9月20日上午,豆瓣网友爆料趁唐嫣罗季10月份结婚,两人决定在美国举办婚礼,爆料楼里,有人透露,趁两人早就领证了,10月4日下午,时隔半月,该网友特意上线更正婚礼信息,10月25日左右,维也纳低调完婚,不是美国。 另一网友发帖质疑,不是说好,罗季唐嫣10月份结婚吗?怎么完全没动静?楼主这番质疑,你的知情人纷纷下场爆料,婚礼细节浮出水面。 廖君一号,唐嫣罗季应该在10月中下旬在欧洲举行婚礼,因为他们已经招好了摄影机构拍摄婚礼,婚宴全部流程。 廖君二号,我们公司已经在设计罗季唐嫣的结婚饭手里了,近期应该会公布婚选,肯定会结婚的。 廖君三号,唐嫣罗季一拍好婚啥照,伴娘团人选有刘依妃,张亮,还有闺蜜吕依,10月10日下午,网友在微博晒出罗季变长度透照,心系杀青在急。 他双手插腰黄秀肌肉,好心情不言而喻,罗季目前正在向山影视基地,赶拍新戏鹤立华亭,拍摄电戏。 罗季紧着白色情依在片场优大,双手插腰霸气十足,但他时不时发呆偷笑,不知道是不是在想远在上海拍戏的唐嫣。 知情人透露唐嫣罗季年中,因为结婚的问题独次闹分手,换了知诚节目组,有意邀请两人合体录综艺,结果经纪人以小两口正吵架闹分手为由拒绝能合作邀余,还说他们没心情上节目。 8月底,网友与唐嫣妇,母亲SKP说是品牌高端百货店,购置参加婚宴的礼服了,媒体爆料唐嫣罗季将在国外举行婚礼,仅邀请家人和部分圈内好友出席。 16年12月6日,罗季蔡唐嫣33岁生日当天申请告白,我的肩膀永远是你的一口。 这对经典萤幕CP终于公开热爱,公布恋情的第二天,网上就惊献神天,趁两人将在维也纳完婚。 18年9月25日,罗季主演的文艺电影原妇维也纳,受邀参加由奥地利电影学院组织的学术放映,她跟维也纳还挺有缘分的。 既然婚礼的时间,地点都出来了,那唐嫣罗季准备什么时候公开婚室和婚礼嘉宾?